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过媒体的评价无疑就是有力的佐证 那么林志炎真的能和汤维相提并论吗 首次试验便大尺度出镜 是为博取眼情还是为艺术献身 要解答这个疑惑 得从他刚进入演艺圈开始说起 1990年林志炎出生于韩国首尔 虽然林志炎的父母在首尔安家定居 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是大富大贵之家 相反 这一家三口的生活过得有些结局 就连林志炎读书的学费 有时候都要向亲戚朋友筹借 生活在大城市的林志炎 自小便体会到了首尔这座大城市的贫富和人心冷乱 但他并没有抱怨 也没有被欲望所迷惑 林志炎深知 只有通过自身的努力才能改变现状 这个理念一直支撑着他 度过了大部分的学生时期 2009年 林志炎考上了韩国最有名的一所艺术表演力大学 韩国艺术综合大学 实现梦想的他并没有因此松懈 林志炎暗自下定决心 他要拍一部电影 红遍韩国 在念书期间 他积极参与短片电影和话剧 争取在校内和外出表演的机会 四年的时间很快过去了 林志炎也从就读大学话剧学院表演系毕业了 对于演艺事业十分自信的他 开始向各大演艺公司投递简历 但全都石沉大海 有一次同学聚餐 他的朋友把林志炎拉到一边 对他说 在韩国 没有人脉和资金 除了拍摄大尺度电影和写真 便没有其他露面的机会了 林志炎在同学聚会过后 他在床上想了很久 他不是不知道在演艺界的规则 但他还是无法做出最终那个决断 碰巧这个时候 韩国导演金大宇发布了一条 成人剧的试镜通告 看着家里的水电账单 就快要堆积成山 林志炎一咬牙 豁出去了 跟着通告地址来到剧组的林志炎 找到了导演金大宇 他瞄了一眼林志炎 问道 你有心里准备吗 不论是为了在首尔能够独立地活下去 还是为了实现他 从大学时期蒙成了电影梦 此刻的林志炎 已经没有往后退的余地了 很快 林志炎便在视镜中脱颖而出 成为金大宇的18剧电影 《人间中毒》的女主角 在戏里 林志炎的家人因越战去世 13岁便和受养的一户人家的儿子 有了亲密关系 长大之后 他跟着丈夫在部队做护士 他的丈夫为了讨好部队长官 不顾感情 将自己的妻子送给上司 当作礼物 改变得于发行前 对宋承信首次节拍18剧的电影的宣传 才使之票房的反响强烈 而韩影新面孔 林志炎也很快被人所熟知 一坨成名 林志炎的决断 为他的演艺事业开辟出了一条新路 清澈的外表和静语般的气质 价值优秀的演技 林志炎赢得了当年 韩国青龙电影奖 最佳新人女演员奖 在《人间中毒》得奖之后 林志炎的心态开始发生了变化 他深知 拍摄这类型的作品能够出名 不过心中却十分抗拒这种想法 他一直试图在试验成功 与演员梦两者之间 找到一个平衡点 当时 韩国的主流娱乐媒体十分惊讶 林志炎在拍摄完这部电影后 既然没有遭到封杀 不仅如此 他还凭借这部剧名气暴涨 不过林志炎的演技 也不是拿来吹水的 首次出演电影 就不具大尺度镜头的他 连续拿了五座最佳新人女演员奖 一度在业内成为话题人物 正当外界认为 林志炎会像汤威一般 在拍摄完这类作品时 找机会转型时 同年 他果断接下了另一部 十九竞电影 奸臣 这时候 韩影娱乐便站出来质疑 这怕不是想要一路走到黑 但事实很快打了这群人的脸 同样的艺术片 但这次却没有用林志炎 作为大尺度的电影宣传 林志炎坦言 他心中还有一个演员梦 他不愿成为 被人称为 只能靠大尺度上位的女艺人 在奸臣中 林志炎有一场戏 是在水中宴会表演舞剑 他不仅要在剧组学习舞剑 同时要在冬天 室外的水池中 戴上好几个小时 现场演员都裹着厚厚的衣服 就连拍摄机器 都要套上一层棉被 作为保温 林志炎在接近零度的气温中 只穿了一件薄纱 就连眼角也拧起了一层薄薄的白霜 但他也没有放弃 而是咬牙拍完了最难的一部分 在接受剧组花絮采访时 他直言 我只是想要被认可 林志炎用演技说明了一切 这部电影中的林志炎 的确也证明了自己的演技 看得出来 他自己默默的付出和努力 但是林志炎是混合出来的魅力 貌似韩国人特别喜欢这种混合感 所以林志炎能在韩国大获得原因吧 而且坚诚的成功 使得林志炎很快 变成拍戏的直说中走了出来 对于目前的他而言 摆脱过去贫困的生活 比什么都重要 在一次酒会中 圈内小有名气的林志炎 认识了W财团的理事长李旭 没多久 两人就恋爱了 还对外宣布交往 和汤维不同 林志炎并没有靠演技 将他的衣服穿回去 林志炎已经实现了 他演技能够被认可的梦想 从小贫困的他一直向往着 能够在首尔这座城市获得成功 而街角富豪 便是其中一条容易走的道路 自2016年以后 林志炎便很少接戏 生活来源都仰仗财团男友的支持 为了改善形象 现在更年轻 他私下去做了 下恶骨的微型整容手术 同时 在男友的人脉支持下 林志炎很快得到了大量资源 扭头便去了时尚圈发展 彼时的李旭忙于自己的事业 无暇顾及林志炎 这样的关系很快降至冰界 2018年7月 林志炎官宣和W财团理事长 李旭正式分手 一度被顶上韩国娱乐新闻热榜 林志炎在这之后 便开始接拍商业广告 出席各大名牌的商业活动 去年 他担任了2019亚洲艺术家典礼活动中的主持人 以及韩国名牌 哈克森的品牌代言活动 光鲜亮丽的外表 加着李旭介绍的业界人脉 于是间 林志炎成了时尚圈的宠儿 但此时 距离他上一部影视作品的拍摄 已经过去了四年 人称韩国版汤维的林志炎 最终还是没能走回凭作品说话的道路 林志炎在一次接受采访时 记者问他 你意想当中最深刻的恶评是什么 林志炎只是淡淡一笑 很多人都批评林志炎是为了红耳脱 在接受众多采访时 他却丝毫不介意讲述自己 一坨成名的故事 林志炎 他无疑是那个靠大制度电影上位的人 但不可否认 他也因此开辟了自己人生的另一面 他曾言 Bi能够让自己感到幸福快乐 即便现在靠别人过上了好日子 但我对演戏的态度一直没有变过 被媒体称作韩国版汤维 可能名不符实 但没有必要一定要强加给别人一些不必要的称谓 我为什么要和别人想比较 我就不能做自己吗 如今的林志炎 想必更明白 今天自己想要的是什么 也更清楚自己想做一个怎样的人 好了 今天的视频分享就到这里了 如果喜欢卡卡的视频 就请多多订阅和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了